我個人覺得最簡單的就是用你自己的主利卡 我用主利卡的話其實就最簡單 2024年要用哪張卡片繳保費才有回饋啊 趕快來看看吧 推薦第10名是永豐銀行的寶貝卡 這張卡片它可以享有1.2%的現金回饋 或者是分12期零利率 只能夠二折一了 以前是可以合併拿的 活動期間是2024年1月1號到6月30號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個活動期間 如果沒有拿這張卡片來扣繳保險或是受險的費用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1.2%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或者是分12期零利率二折 推薦第9名是國代世華的Cube卡 這張卡片目前拿來繳交保費 有1.2%的小數點回饋無上限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6月30號 請大家要先登入CubeAPP來做領券加碼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0.3%的小數點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加碼的0.9%小數點回饋無上限 在這個期間不用轉換任何權益 只要刷保費就可以拿到1.2%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提醒你不要做分期 分期就什麼都沒有囉 推薦第8名是HSBC的現金回饋預期卡 這張卡片在國內消費有1.22%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拿來繳保費也有回饋 提醒你千萬不要做分期 只要一分期就沒有現金回饋了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6月30號 請大家在刷卡之前還是注意一下它的活動時間 推薦第7名是星載ECO永續卡 這張卡片拿來繳交保費 也有1.5%的現金紅利回饋無上限 提醒你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如果你把它拿來做分期 那就沒有回饋了 所以請注意 小保費可以但是不要做分期 分期就沒有現金回饋了 推薦第6名是星載ECO永續集簡卡 這也是原本的花旗現金回饋plus卡 之後就換發這一張 活動期間是2024年的1月1號到12月31號 它的回饋是0.5%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1.5%的加碼 這個1.5%加碼每個年度可以拿6萬點 所以回推大概是一年刷400萬以內 都可以享有2%的現金回饋 所以大家可以去把握一下 不過如果你之前都沒有現金回饋plus卡的話 現在你也沒有辦法申請這張卡片了 所以這張卡片基本上是 以原本持有現金回饋plus卡的卡友為主 提醒你分期一樣沒有回饋 所以千萬不要做分期囉 推薦第5名是台灣期你的永續生活悠遊卡 這張卡片拿來交保費最高有265%的回饋 活動期間是今年的1月1號到6月30號 它的回饋是0.5%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2%的加碼 這個2%加碼需要開立Hockey數位賬物 並且加入他們的會員 就可以拿到每個月500元的加碼 所以回推大概一個月交25000元以內的保費 通通都可以拿到最高2.5%的回饋 提醒你分期就沒有了 所以千萬不要分期喔 推薦第4名是我的主力卡 也就是HSBC的旅人無限卡 它的回饋是國內18元一領 拿來交保費也有回饋 但是你要怎麼去計算它的現金回饋率呢? 因為它可以1比1兌換強榮里程 所以等於是你每刷18元 就可以累積1里的長榮里程 那1里的長榮里程 相當於0.5元的現金回饋 所以你0.5除以18 算出來的回饋率是2.7%的現金回饋 這個就算是蠻厲害的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就是想要累積里程的話 基本上都灌在這張卡片 你就可以拿到接近3%的現金回饋 那你換商務商回饋率就更高了 提醒你不能夠分期 分期的話就沒有這個里程回饋囉 從第三名開始呢 我們要推薦的就是分期回饋 跟卡片基本的回饋 都可以拿到的這個卡片 還不錯 推薦第三名是玉山數位保險卡 這個玉山數位保險卡呢 它可以享有1.2%的現金回饋 或者是1%現金回饋 加上分12期零利率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拿到 這個卡片回饋跟分期的部分 這個是不錯的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提醒你這個分12期零利率 需要單筆買萬元才能夠來做申請 推薦第2名是聯邦幸福M卡 這張卡片呢 它目前享有的權益是1.2%的現金回饋 再加上分12期零利率 那提醒你喔 它的活動期間呢 是2023年的11月1號到2024年的12月31號 那在活動期間呢 你可以拿到這個1.2%的回饋 上限是1萬 所以你回饋一下大概是刷833333元以內的保費 都可以拿有1.2%的現金回饋 那麼你只要就是做登錄 有登錄的話呢 就可以做分期零利率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個簡單無老好用的卡片 推薦第1名呢 是陽性銀行的藥金卡 這個卡片呢 真的是黑馬的 因為它有1.5%的藥金紅利 再加上分12期零利率 活動期間呢 是2024年的1月1號到12月31號 它的1.5%回饋呢 包含0.6%的一般消費回饋 再加上0.9%的加碼 那這些呢 都是藥金紅利的這個回饋無上限 如果你要分期的話呢 你可以登錄他們的網路 或者是APP 就可以分3期6期 或12期零利率了 算是非常簡單無老好用的卡片啦 結論 繳保費到底用哪張卡片比較好 我個人覺得最簡單的就是用你自己的主力卡 我用主力卡的話其實就最簡單 你不需要換卡 只要什麼卡片什麼消費全部都灌在它裡面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饋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無老的 那如果你是以現金回饋來講的話呢 比如說1%的卡片跟1.5%的卡片刷1萬塊差多少 差50元 其實它的差距沒有非常的大 但如果你要繳的保費是幾十萬到幾百萬 那可能就有差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呢 在繳保費之前還是稍微做一下功課 如果你勤勞一點 願意辦一張新的卡片拿高回饋 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很懶 拿原本的卡片至少有1%以上來繳 我覺得也是OK的 如果你要刷卡回饋跟分期兼具的話呢 那你就一定要辦這三張卡片 玉山數位生活卡 或者是聯邦幸福M卡 或者是陽性藥金卡 那你就可以兩者都拿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按讚留言 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如何透過信用卡 讓你的保費省更多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